下面一个问题 有一位虔诚的佛弟子 今年业障现前 脑子里成天都会出现一些很恐怖的东西 越念经越害怕 于是经也不敢念了 成天焦虑不安 失眠 请如何帮助他 这个是真的一张现象 如果感觉到 有灵归附体的现象 住在身体的现象 那你就要问他是谁 什么原因 要找他 然后来化解 来调解 如果不是的呢 那就是自己的过去生中的罪业 那你就要真正在鬼 断物修善 求佛力加持 只要是真诚心 就会有效果 感谢观看 费